好 大家好 各位歡迎收看GINHAG S2MASTER 2021的秋季總決賽 主播阿吉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到我們是第一組的勝者組 由TRAP對上SERU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他們主播台上的預測 既然大幅的都是在壓SERU 正常吧 我看什麼雷諾 克勒 打誰 他們都是預測 只要這三個都是預測那個歐美人多的 那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我在剛剛ALL IN THE TRAP 你ALL IN THE TRAP ALL IN THE TRAP是好事嗎 是好事 謝謝雞老師 我ALL IN THE TRAP 謝謝雞老師 保存了3600多 都放上去了 表現是快點 謝謝雞老師刷起來 雞老師也是用心良苦阿 為了讓我們 粉紅可以出現 什麼用心良苦 沒有 妳都不是嗎 妳把奶全部灌在 你把奶全部灌在雞翔伯身上 沒有 我這 雞翔伯不會贏好嗎 我當然知道阿 怎麼辦 剩18塊 希望大家不要讓我 競爭出戶啊 拜託 是這樣子嗎 好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第一張地圖 光云 在例如右下方 Chap NV 抱歉 NV 抱歉 等一下 你就接到克拉克電話 好恐怖 在例如左上方 Zero 好恐怖 所以其實我私心也買了2萬點的Chap 你也是2萬點的Chap 漂亮 我買Chap是因為我覺得這個賠率 我覺得你們都太看不起Chap了 所以我身為一個專業的賽品 我一定要下一個 就那個賠率很香你知道嗎 太香你受不了了對不對 太香我受不了了我買了2萬點 所以我覺得Chap還是會贏 但我覺得那個賠率 那個賠率寬亂到 讓我願意去買2萬點的Chap 我現在可以不覺得我要早說 有啊 我早說啦 有啊 他說啦 那你們自己那麼早買的 明明時間就還有 對不對 才過一半 欸我 我已經算是很有意氣了欸 我中間才講 他在時間一半告訴你們欸 我教你們個方法 你們現在把你們其他的資產 拿去all in Chap 拿去all in那個Zero 那這樣你們再把比 那個比例拉回來 那你們不就是不管怎樣 都不虧了嗎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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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看一下 好這邊 Chap一樣是一個檔礦 然後一樣是一個開礦 然後BY這個流程 然後這邊 Zero這邊 是一個把2礦開3礦的流程 我在想 他這樣把2礦開3礦的原因 應該也是覺得說 反正只要你敢VS 我就有機會爬出去嘛 那你要最好就有本事守住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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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絕對打Zero 剩綠比打藍波高 不要看他打藍波那樣 他還是很強 還是打藍波有時候怪怪的而已 好 Chap走了一個VS喔 不對他這邊要走一個 兩邊的虛空還是要走一個 先知轉VC 不確定 看他後面確定要怎麼接啦 但Zero這樣地圖 應該就是如果看到一個多VS的話 很有可能又會爬出去 這種比賽一年有幾場 三場 這是第二場了 然後這邊 全個 有搞事嗎 應該沒有搞 應該也沒有什麼要飄兩個教室 其實最近韓國人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最近很少 就是在上來 就是飄兩個教室過去 其實有時候這樣子飄一下 其實效果還是不錯 不過這邊Chap按了第三個教室 所以他很有可能會把前面兩個教室飄出去喔 好 喔 他感覺在等 他等那個王童走了 好 等那個王童走了 他就飄出去了 可以 很聰明 但Zero這邊其實經驗很老道阿 你看Zero這邊看到對面的第三個兵在轉 他就知道說 喔 對面按了第三個兵 那他為什麼要第三個兵呢 那一定就是那兩個教室要出去了 那我往裡面走的同時 你一定就往我家飄了 所以他直接家裡按了一波狗 Zero這邊這個 氣節也是非常的好 那這個Chap這兩個教室 理論上應該是飄不到什麼東西 他敢飄就會死喔 趕飄會死喔 他死了 就算你是Chap你以為不會被包嗎 天真 有 好慘 欸這虧爛了欸 超虧好嗎 只能說這個 Zero這招請軍入供用的也好阿 他就故意 等你的 對他就故意往裡面飄 然後看到你按了第三個兵 然後之後他就故意往裡面飄 然後誒我往裡面飄 你就來我家了吧 然後我就看一下狗 然後過來剛好 因為Chap飄的時間比較慢 所以狗數也好 好 好這邊 Zero看到對面 走了一個虛空加先知的一個樹山 不知道Zero這盤爬不爬啦 但是上一盤他已經沒守住了 所以他已經被守住了 所以不知道這盤還會不會再一次 感覺上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他不會爬 我覺得他可能不爬 不爬不好說 不爬不好說 說不準 等一下甩下去就爬了 還有一個Less Chance Less Chance是不一樣 Less Chance是你要打資格賽出現的 那個跟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你每個地區出現的人來打 所以你會看到各個國家跟地區的選手 但是 你說Less Chance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三個韓國人加三個歐洲人 你可能會看到這種很神奇的比例畫面喔 喔這盤 這盤 Zero選的不爬了 他把BV水下去了 那應該是要提蟑螂的攻防 然後Zero這盤直接走了一個2PSBF 也是個比較主流的一個套路 他是不是要開什麼黃金艦隊啦 對他會走黃金艦隊 但不會變 他們韓國大部分的還是 航母跑來跑去 的那一種 好這邊先支持續的看一下喔 好一攻 同時先放下VC 喔 這邊他到底還沒有下VR欸 好像他要走的是一個2PSBFVC的套路喔 那等一下只要Zero是打那種爆蟑螂的打法 他都不是很好打 因為 等一下他們如果沒有爆蟑 如果他沒有就是 呃 VB的話他是很難處理 陳情的蟑螂的 但主要Zero應該也不一定想到對面 趕在這種地圖上面這麼偷啦 因為他這開局我現在感覺就是 只要對面真的一波趕頭過來就死了 沒錯喔 有啦還是補了VR啦 但他這個VR太慢了 所以這VR一定是等一下拿來生能徑的而已 他不會再拿去 理論上不太有可能再去下一個VB的這種 因為太慢了 然後所以我這邊直接把橄欖充充跟VS追下去了 感覺應該是要走一個 三本型的打法 但我真的感覺被Chimp偷出來了欸 Chimp超級偷欸 心臟很大顆 因為其實他前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前面就只有那幾隻虛空在飄到飄 他就下了VB 好吧 Chimp還是會怕 那這樣子的話 Chimp下了這個VB跟第二個VR 那就反而讓Zero要去偷三本 要偷出來了 Zero這個偷三本可能是很危險的 例如說Chimp大家可能會打一個 大量白球提數差在虛空的一波 那Zero可能本來很難擋 但是因為 Chimp為了防對面可能會先打他一波 所以跳了第二個VR跟VB的情況下 那Zero這邊 這個三本基本上應該是可以無壓力的跳出來了 而且現在他們兩個差別是 Chimp沒有正拿到Zero有三本 Zero正拿到Chimp有第二個VR跟VB 而且很慢 所以 這兩個人情報量得到的差距的話 可能會讓他們兩個人 打法產生很大的區別 這邊Zero就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現在農民可以按的比較多 我現在農民按到82個 我再開始爆兵就來得及了 但現在在Chimp世界裡面就是 喔 好恐怖 你在按蟑螂 怕 點JPG 所以就開始按自爆球點光炮 但其實Zero已經82個農民三本已經好了 而且等下大龍卡應該就好了 其實一開始有打 你就會發現他的科技其實 他一直都非常快速 對 你看他現在他三本好了 他三本好了 然後再變大龍 然後同時間 地面一攻一防再提 然後狂狗再提 OMG 喔不 這樣子的話等下 這個 你看這個Chimp到現在VF還沒有下 他科技已經整個落後蟲族非常多 他現在腦子世界裡面還是 這個蟲族感覺要來幹我 很恐怖 但其實Zero的三本已經整個都好了 大龍塔已經變一半了 我的天啊 對 我覺得 TRAP這邊真的是 整體輸蠻多的耶 科技如果太多了 他現在沒有情報你知道嗎 對 然後他這波 出來幹嘛 青蟲他 他現在就是 這個人 應該要來幹我了吧 因為 如果是韓服 這個局面就會有那種神經病 就衝一大波衝上來 你知道嗎 所以 TRAP這麼慫 我們也是情有可原 因為畢竟他沒有真拿到對面三本 你看他現在還沒有下VF 我看他還不下VF 我就知道他腦子現在想要什麼 喔你可能等一下會轉一波飛龍過來 你不轉一波飛龍過來 你等一下會變一大堆蟑螂過來 這我繼續爆 但沒想到誰我再跳大龍 完了 完了 我覺得 我是覺得他可能 第一波 他出去的時候 靠原來對方科技這麼快 我的天 對啊 等一下過去看到大龍 估計就是 阿嘻 阿嘻 看到大龍 直接Q 怎麼有這種東西 現在也像VF 對面大龍已經五個這邊了 而且你看神竹現在所有部隊 白球、自爆球、布球 哇靠 他們有共同特點 他們都怕大龍 我怕拿Champ Sero這邊也是僵還是擾了蠟 而且因為Champ 因為Sero的三分很快 所以等一下只要 Champ敢出門 例如說他看到大龍嘛 神竹會怎麼做 神竹可能會分兩頭兵 然後上下剛開始拉扯 那Sero就會把變一波毒暴去滾你的經濟 然後再把上下給守住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沒救了 感覺我剛才講的話好笑死 感覺說 9分30秒大龍按那些遍不出大龍的就該檢討 我會這麼覺得 欸 狂勢 這邊Champ開始按航母了 但對面的大龍已經出來了 只要這大龍出來 神竹地面就沒有用了 而且你看Champ這邊好像不朽 為什麼 因為韓服現在的風格都是學Duck的 感染狗媽 所以他腦中的世界裡面現在是 這個人應該在感染狗媽 所以我要抱不朽 抱航母 但結果對面是跳大龍的人 他還不知道 他還不知道 我的天啊 他等一下看到這大龍估計點都綠了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應該差不多 他怎麼感覺還沒看到的樣子啊 根據我這個局面 等一下這個重獨 這個局面至少六四快七三 已經要七三了喔 快七三啦 哇 我覺得你看神竹到現在 我發現這大龍這麼多嚇傻了 對啊 他過來看到這大龍真的是準備叫霸了你知道嗎 噢天啊 你的炙爆全能對空的話 現在神竹是大優了 你看神竹沒閃電 什麼都沒有 好 然後部隊還是以大量地面為主 噢我的天啊 所以我現在也等神竹來送 但神竹也不來送 比如說Trap這邊也比較聰明 慢慢耗 慢慢拖 但依照我對於Trap的理解 他這個局面打的 也不是那種很冷靜的那種 他這局面也是屬於那種 就是他要 晒一波大的 怎麼辦 現在這局面 對阿神竹如果不推 那部隊做成型的神竹也不是 神竹也不是比較好 神竹也比較不好做 因為神竹的部隊都是航母在虛空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其實遇到神竹的感染 媽跟 感染 感染跟那個腐化的大龍群 不是很好打 加上他有太多自爆球佔了他人口 他現在這四個自爆球 等一下這部隊是沒什麼用的 而且一個自爆球還要佔三人口 而且他這邊有十二人口 是 什麼事情等一下很難 都機會上很難做 不過誰有這邊有十五個媽啦 所以這十五個媽 等一下還是有機會讓這自爆球炸到 有 我的天啊 最後局勢 沒事沒事 現在這個Chap的幾台航母 三台 三台航母 六個虛空 同居二宮生完了 Savre Savre是沒腐化啊 你說Savre沒什麼 Savre是沒腐化啊 我跟妳講 他現在如果真的想靠媽跟大龍來打這一頭 他真的有機會輸 你是要服務嗎 不過你看他已經在升VS的工房了 因為你看Chap這邊有 四個自爆球 所以等一下這四個自爆球有機會什麼 上來把媽給炸了 然後再把媽給炸了 就沒東西對空了 然後空軍就無敵了 我跟你講Chap現在要祈禱這件事情發生 他現在完全要寄望Savre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對面有四個自爆球正在下面 然後隨時隨便找他的媽隊 什麼無敵黃物 公三小無敵黃物 可以防自爆球是不是 你的是黃的 我的也是黃的啊 好像Chap又下了三個BS 不過Chap的部隊 已經慢慢轉型成空軍了 轉型成高質量的部隊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神族的局勢的話 有 快要接近平局了 差不多 現在是局面神軍應該已經平局了 因為這場之外六光也沒開出來 其實主要是原本科技優勢的那個 這輪沒有選擇一個 它沒有選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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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打得比較沉穩一點 所以給Chap成功的把科技轉型出來了 然後Chap這邊選擇轉型的一個風暴 我怎麼有一種 睡意濃的感覺啊 有啊 這局面就是真的不能衝人走 但不好說 確保還是會左右拉手去找機會的 依照我對於它的認識 韓國人不是那種 真的就是上來電子馬過去的 他們不是 他們是 上下拉 然後靠虛空 靠引刀 靠狂態是這種 他們還是這樣在打 那現在這個局面 這個 Chap還是要很小心喔 他的部隊其實 他現在除了這隻暴風箭的好處是什麼 他可以打 他開始可以打消耗 但是他會導致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正面部隊其實質量會很弱 因為這暴風箭除了 打消耗戰之外 他沒有任何的用處 他就沒有辦法像怎麼腐化 他沒有辦法像什麼虛空航母 為了正面提升戰鬥力這樣子 Chap這邊為了守這個牛 跟腐化浪費了低色的Recall 但是他大媽應該還有兩發呂扣可以用 對 往這邊 看到呂扣直接回家 跑人 走人 上面的大媽是不是要過去了 對 他大媽要再Recall一次了 而且他大媽會讓重壓力很大 這壓力很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 重組家會覺得說 阿 你到底要走上還走下 如果我全來下面好 就可以上去了 上去 快上去 喔 這反饋 他把他媽全反饋了 喔可以喔 我剛剛的重組感覺我覺得暴斃喔 重組的部隊太多都是媽了 重組的部隊太多都是媽了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Chap有自爆球 所以他讓這個媽變得沒有什麼用 不能套一個純媽在大龍來打這組的 好Recall了 你覺得位置不是很好啊 欸我覺得 他是不是可以再下面再多推一點啊 我覺得應該 可是下面好多防空 好像也不行喔 太多防空了啦 防空跟那個 那個地勢了 喔 那這樣子的話 還行啊 就慢慢打 但是 Sero這邊要想辦法趕快把他的媽給換 他把他的部隊變成一個純腐化 用腐化來打攻擊 他不能再用媽來打攻擊 因為對面有自爆球 自爆的東西還是很克媽的 好難喔 究竟 所以我這邊又很聰明 他知道你的部隊在上面 所以我來拆你下面了 而且部隊過來 就有帶那個奸巢王蟲 這樣 這樣這四隻爸爸 這四隻爸爸 這四隻爸爸 蟲族的主動性就比較高一點 就是 蟲族可以看著神族的部隊在哪 然後決定去拆另一個礦 這樣子 因為蟲族的部隊通常會是個大龍 然後帶牛這種東西 然後牛這種情況下去拆礦 然後配毒的話其實是很厲害的 神族再生閃現 倒 不小心從來 可以可以 這四個不朽啊 現在過去啊 也是毀天滅地的存在啊 而且從中不能只用牛來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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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o的六礦一直開不出來 反而是Chip的六礦先開出來囉 Chip現在多Sero一片礦囉 完了完了 這局面Sero逐漸走向母湯了 神豬的礦已經多重組兩個囉 只要Chip可以一直限制住Sero的六礦跟七礦的話 這局面絕對是對神豬是有利的 我現在那一局是怎麼 等一下等一下 神豬這邊要被他遇過 為物我捏 全中 直接跑 跑路跑路跑路 直接被Sero打一個先手 喔 這邊因為主要是 想不到Sero大部隊在那裡 你知道嗎 因為Sero大部隊在上面 結果Sero大部隊竟然已經走過來了 而且因為他出了風暴 所以導致說他的部隊其實 跟蟲族在防空外打 他是不一定會 因為他的風暴是非常佔人口的 他打這邊真的沒什麼用 但是他打消耗戰是很厲害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出完風暴的時候 地面會配很多的電子跟光暴 因為電子跟光暴 就可以彌補說你的人空白的情況下 你還是有辦法就是 提升你的部隊的那種作戰能力 這大牛上來割這個引刀 這引刀 喔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但是被 變形蟲看到啦 我天 Sero又來了 但是Sero大部隊在上面 這邊要救 感覺有點難 大龍走的速度還是很慢的 Sero這邊很聰明 先把防空拔 拔走 Sero 又見了又見了又見了 橄欖訂 橄欖訂 訂到 啊沒訂到 先勾把大媽勾過來 大媽 這四個自爆球讓橄欖也很難發揮喔 但大龍好像要到了 不過這邊 上來斧外先被吃了 Sero按六個橄欖 斧按六個橄欖 好像也行 那我總覺得 我看起來我覺得Sero會不會窮死欸 你怎麼看 不會吧 其實看重組的 你如果他沒有打開戰爪的話 其實重組應該每一招女他幹什麼都會賺 而且神族 你看神族雖然現在都重組一片礦 但神族看起來他也不知道怎麼END這個game 是 確實 那有點難選擇的地方 對對對 這次的神族試驗就是我要上下拉 我要 一直很快一直很快一直很快 然後強行拉出一個口 然後贏 所以現在這個Sero想的很簡單 就是我一直守一直守一直守 等你守出一波失誤我就贏 閒之戳大牛 你看這個Champ的部隊還是都引刀啊 提速狂這種 還是有這種東西 你要證明說 其他這局面上來有 他的理解就是上下拆框 讓重組窮死我就贏 這局面虛空一定是越多越好 一定是越多越好 但是 你那個風暴打正面真的一點 一點幹用都沒有 懶偷了 就如果你這局面你想要拼一個正面質量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風暴是一個沒什麼意義的東西 但如果說 欸! 跳過去 我靠 你六把雕上來換一隻才橄欄 賺 同主好賺 就是局面上來講 你如果你要打的部隊是像Champ這種打法的話 我真的不建議你們出暴風劍 因為 暴風劍這東西是一個 它站在電池裡很強 但它離開電池它真的是一個很廢的東西 它要有東西保護它你知道嗎 它就是那種 它就是那種娘炮 人家在打的時候它在旁邊吼 然後之後呢真的要打直 你拉上來它也沒什麼用 你這個比喻 會引起功分喔 我會不會出生日啦 不好意思 請去告藍兔不要告我 謝謝我路過了 你現在講話好小心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路過的而已 跟我沒關係 欸 虛空 欸等一下 這三次步就怎樣 他一把人口換一換啊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等一下等一下 喔 三 哇 這不會是爸爸欸 只有爸爸你知道嗎 好這個部隊又來了 其實我這時候 他應該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他只要把他大部隊放在下面 就像他現在這樣 他的 啊 幹啦不要被炸 不要被炸了 炸沒了喔 Sero怎麼拒到15 結果這部拒到15 他會有5隻啊 他會有5隻啊 應該有 哇 開始落線了 噁心你啊 直接在攻擊 直接Record 閃恩 其實Sero上面的礦已經踩乾了 所以代表什麼 反正他現在也沒有能力 去阻止神族開心的礦了嘛 那他就不要去阻止了 他這局面就是 上來 等 Champ 就把他的大部隊擺在下面 然後牛這種 機動性強的單位放在上面 然後之後 你看神豬的戰爪 神豬戰爪其實已經慢慢的 比重組還要高了 神豬最打法就是用錢去砸重組 這一個打法 欸 看能不能勾 勾一台勾兩台 勾三台 可以吧 阿姆吃了 喔 照回來了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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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覺得這邊是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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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 例如說不夠強的重組就會 左邊被拉 右邊被拉 然後中間突然被開了一波很爛的會戰 然後就雞雞了 但是我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也知道說 例如說像 這個局面上來講好了 我上面的礦踩乾了嘛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上面不重要了嘛 那我不能阻止你上面的礦 情況下 我就是把大部隊擺在下面 然後讓我新的兩片礦開出來就好了 反正你一直進攻的 戰水一定比我差了 你不可能盤盤進攻都是賺人 哇 這邊 其實可以看到 Sanrod的這種 後期的高階的魔法部隊 他其實控的非常漂亮 那這也是現在 從 你要出來打比一下重組的必修客 你要打這局面的重組一定可以這樣子 現在想去端那片礦 大龍過來 看到很多虛空怕 沒事啦 打掩護 你看後面的主備那麼多 他有兵嗎 然後這些虛空看起來 都全不見了你知道嗎 Chip又分了一波 查出去 現在Chip就要等Sanrod打一波很爛的會戰 或是衝一波很爛的口 他才有機會 如果兩枚是拉開一個正式打的話 Chip是絕對不會贏 Chip正面的質量太厲害 你看他只有兩個航母 他就算把那個暴風換的航母 他的部隊也很少 而且他部隊都是虛空 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部隊全是脆皮 他沒有很硬的東西 他扛在那裡 他只有一堆 要在後面打的那種虛空而已 所以Sanrod這邊也很聰明 他看到對面的部隊組成 發現他的航母很少 然後也沒什麼風暴 也沒什麼電池 所以呢 Chip知道這時候他的部隊是贏的 他就準備去跟神毒強行 要開會戰 然後他就選擇去進攻神毒最新的框 然後這邊Chip也知道說 我的正面是沒有你強的 所以我選擇打了一個換家 然後再抓你的部隊有種失誤 這種非受破性的型的失誤 哇這個 炸啊 我的天 其他感染炸都蠻多的 好像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 這虛空沒了 虛空太脆了 虛空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太脆了 你知道嗎 他是個很強的輸出單位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他在這種情況下來講 他真的是戰不渡的 你要戰渡這組合 你還是這套航母 哇 像翠爾曼頭就是我 我XX你XX的衝突 這些衝突怎麼這麼一爆 哇 這一波怎麼打完 直接 拉開快一倍都夠的殺局啊 因為Chip沒什麼很明顯的失誤 他有小失誤 例如說遊走感染被炸中的小失誤 但是他沒有那種關鍵性的大失誤 他的正面一定是比神豬強的 只要神豬沒有大量的航母帶大量的虛空 應該講大量的航母帶虛空 或者是成型的電磁風暴帶虛空的情況下 重組的正面一定都是比神豬強的 所以誰知道說那我就來找你開正面的會戰 我前面已經踩得多嘛 那我戰損比你好就好了 那也是一種贏的方法 現在你看Chip就是靠賽啊 刷追獵啊 刷追獵出不久 來賽了 這次打完大龍都來了你知道嗎 喔還沒打完不好意思 沒打完 好了啦 哇 不給我路 為什麼哪裡都要他的兵啊 好煩喔 喔重來把盪掉了可以 兩三個 當然 來 沒聽到 左邊 這Celo請教很簡單喔 不要緊 把他的部隊編成型 大龍多編一點 他應該就會 成都那幾波的會戰損太差啦 因為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 他在做的事情都在期望重複失誤你知道 在Celo Celo又不比他差的情況下 Celo怎麼可能會那種前面會輸 現在變成最尷尬的問題是什麼 神竹的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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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24 123 123 124 124 123 123 124 124 123 都打不過,可憐 我們還是不要打後期了吧,Chirp 後期看你打不太過Sailor 我們打一波怎麼樣 我是覺得這場可以看到Sailor的後期是真的強 沒話說 他的高階幣種其實控的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面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他大局關很好 他知道該做的事情 像你看他其實中間有一度是 被Chirp拉出一個 Chirp神族是經濟優勢 但是他完全很知道不及 就是他看到神族的部隊不是電池攻破 電池攻破跟風暴 所以他知道神族的部隊是打不過他的 那他就等 他就等你送 我等你送兩波大的像剛剛那樣子 你就會翻牌了 我覺得這部部隊很尷尬 尷尬他不知道幹嘛 而且你看他在那邊是乾紅八劍 好可憐哦 站起來定他 他站起來定他 剛剛是就 我聽到貴的 好可憐 定到貴的 超會超會 感染在定感染在定感染在定 這反饋雖然反個很爽 但是都反饋到八 這什麼啦 沒什麼用啊 沒什麼用啊 你打不過炸龍啊 這才是最尷尬的問題啊 對啊 好沒了沒了 沒有了 886 這邊用免費小童子 先跟你換一下戰神 對啊 所以充是不用錢的 哇 追尼又要死了 火部 好 recall到下面 來我們換個位子打 再刷了一個追尼 好 他的 老婆爺的關台粉都刷完了 不怕 我的天 強行開一波大的 他想要曬Sero的大龍不夠多 但Sero大龍很多 不過 秋北的追獵也很多 下面那些追獵沒辦法上了秒大龍 下面被牛哥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一波神族打贏了 但是神族沒錢了 就是 神族至尊之戰 我輸了比賽我贏了尊嚴 我要告訴你老直的正面是很強的 然後從這邊變成十個大龍 我的媽咪 這十個大龍在拿頭盪 大龍看起來等下比追獵還多 哦 不好意思 十四個大龍 真的比追獵多了 我的天啊 哦 不 這個 秋北跳了一波 他現在想說Sero應該要沒錢了 你應該沒錢了吧 這Sero還有兩百 我還解決不了 我的天 沒有我跟你講Sero是買完兩百還有找 你知道嗎 你看Sero的表情 笑了 噢 好慘哦 好了啦 Chip好了啦 好了啦 Chip 夠了啦 好了啦 Chip 夠了啦 有說Chip的這種暴力來解決的後期打法 還是不是很靠譜 就是 在他們這種 在找中 你要找到一個同個水平的衝突的話 感覺還是不是很靠譜的 還是需要找一個方法來打這個 天啊 天啊 Chip怎麼還不對啊 不講我以為這場是1比1最後一場 沒有 這是第一場而已 他們第一場就 這不是第一場嗎 沒關係 我相信下一盤開始Chip要打一波了 我發現這大個後期有點強 對不對 我發現這大個後期有點強 打不過 好 這邊Chip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攻擊Chip 先拿下第一局的勝利 欸 我現在發現 我忘記我OINChip耶 對啊 我知道啊 沒有啊 我相信這個錢是為了 為了我們縫縫 對不對 會把Chip拿下來 我們都知道 不是啊 那個錢錢很香啊 哎呀 再賺就有了嘛 對不對 有錢這種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對不對 再賺就有了啦 那你可以借我10萬元嗎 啊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但我應該 我比你年輕我應該用到機率比你高一點 不是嗎 我覺得剛剛那一場啊 Chip應該是知道他後期應該 打不太過這個Sero 對 主要是他還是沒有想到要怎麼打大龍腐化感染這種這個組合 他的想法就是我用多線 讓你失誤 然後等你錢沒了我就贏了 那這也是一種解決的方式 這種方式就是你不用去管冰凍組合 你不用去討論 例說遊戲理解 你不用管 這種就是你打得夠快 對面跟不上你就贏了 但明顯喔 Sero不會有這種問題 Sero絕對跟得上你 那 這種情況下Chip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終於要面對到這個組合 而且這個人的實力是跟你差不多的 有夠強 太厲害了Sero 對啊 畢竟全世界最強的後期你知道嗎 對啊 確實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 我覺得只光看後期可能 Sero都比洛哥強也不一定 沒有 只亂後期絕對最強的不是洛哥 最強的一定是Duck跟Sero這兩個來爭 但是Duck是進攻型的後期 Duck後期是什麼 他用牛狗毒爆感染 這東西在打 那這東西呢 我只能說我覺得還是沒有大龍吻 我覺得最好的還是用大龍 但用大龍的問題就是 你很容易打到像Sero剛那的局面就是 神出多你兩個礦他開始砸你 那 有些人不喜歡嗎 像Duck就是我喜歡主動拳在我手上 所以我用牛狗毒爆去砸對面 那 有些人喜歡的是像Sero這種就是 我用大龍感染 我來抓你的部隊的這種就是戰損不好的玩法 看人啦 有些人喜歡主動有些人喜歡防守嗎 好 那現在關鍵的第二場面要開始囉 地圖是 賈格納特 賈格納特 好 那在地圖的左下方 是Champ 地圖的右上方則是Sero 那目前呢 Sero是1比0暫時領先 那只要在場下這一分 他又確定是地圖的第一名出現 然後他就有機會遇到 塔姆 然後 Hero Marine 或者是還有一個誰啊 B組就是誰啊 喔 Klem 喔 超Klem他就超天王 欸 不知道什麼 其實我最近看Klem的比賽 我發現我覺得他 他很容易秀到自己死掉那種 他超容易秀到自己死掉 結果你知道我之前跟他打死 我都怎麼準備的嘛 我就是準備上來 我就上來先守 然後我就打那種一波的流程 但是 我就等到一波的流程 但是我弄少暗一點 反正他也看不出來 我知道他會過來 我就等他過來 然後等你不小心那頭冰刺了 不好意思我一波過去 怕他死 對啊 那你都送了你皮怎麼擋不住 我就說嘛 我們NICE應該在上面的啊對不對 什麼 不會啊 喔 別鬧了 你還是歐洲第四好嗎 他靠著強大的 你是歐洲第二好嗎 你說誰第二 你啊 我怎麼是歐洲第二了 我對你信心蠻蠻好嗎 我一定打不過Sero的啊 然後我也打不過雷波啊 然後而且我還要面對那邊有一群莫名其妙的神族 雖然 雖然我感覺我們賽局這個最莫名其妙 但是那邊也不少啊 而且我的PVP打不過Maxpress喔 正常啊 我打不過他啊 可是我看他 他TVP弄菜耶 你不能看TVP嘛 這就跟你看Clan的TV TVZ跟你在看他的TVT&TVP 你不覺得就是兩個人嗎 哦 哦 對 飛翔選手偏刻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這麼說也是沒錯 對啊 這邊Chimp就要走了 VC好 我們不演了 打你妹的後期我們打一波吧 誰要跟你打後期啊 媽的睡那麼久還被虐 多啊 多你兩邊後都打不過我垃圾遊戲 你不聊沒關係 至少至尊不能傷啊 真的 我要告訴你我那個拳頭有多大 所以現在NICE你偏哪一顆啊 什麼 怎麼偏哪顆 就是 你是走什麼穩健路線的還是什麼 閒門路線的還是什麼 靠賽路線的 對啊 我覺得我現在打的就不靠賽 哦 你說你現在打的很靠賽嗎 沒有辦法 我們 沒有啊 我們這賽區太多來 太多來賽了 太恐怖了 可能他們猜拳很恐怖你知道嗎 那還有那個 有人問說 那你說我們 的賽區那個莫名其妙的神主是誰 莫名其妙的神主 莫名其妙的神主 不好說 可能不久就可以 可能晚點就可以看到了 我晚點就會看到了是不是 那個那個是拆頭目 那個人我永遠不太想什麼 他真的是人才 太厲害了 我有打的 在星海裡面打的莫名其妙 我跟你講 絕對不是壞事啊 而且是好事 這是個稱讚好嗎 那我也覺得是好事啊 對啊 會讓Keyb 肯定是強 真的 對Keyb走了一個4BG的攻速教室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VR 好像沒有哦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只是單純飄一波過去而已 然後還是刪開 因為Keyb其實他對於 攻速教室理解也是比較好 就是比較特別就是他 他其實很常受的那種真飄假飄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飄 真的還飄假的這樣子 然後會來回去做切換 然後下一個VR 其實Keyb這流程非常痛 大家看這邊Ceyb有沒有過度反應吧 他這種流程就是什麼 專打高手 為什麼 因為他在飄過去高手就會先爆一朵冰 然後他會很緊張 然後開始一直爆 你看像Ceyb這個樣子 開始爆冰了 但其實Keyb家裡也是開山礦 下VR在補農的那種 然後這樣Keyb的應援就領先了 太棒了吧 專打高手開局是不是 真的 看Keyb這個流程就不能怎樣 他這個流程就不能遇到一個傻蛋 就是上來39個龍 兩期開始一直爆按到底的那種 然後上來把他第一波吃了一波推過去 不好意思兄弟你可以下去了 不過這邊Keyb也看到 他看到對面有一個生了二本 所以他應該也知道對面不是一個一波了 那 這情況上來講的話 這局面對Keyb來講就非常的優勢 因為運已經慢慢領先了 而且這教室也讓重組人們 然後卻又爆 而且加上等下人進過來的話 重組會更煩 就這樣 好 選擇再去做一波多謝 再去Check 慣用的套路,人進一線,然後攻速教室一線 他的攻速教室在韓國用的,也算是前幾個那種,前三的那種 所以我的王蟲也看到了 人進走到三礦路的地方 女王提前先站位站好 Chamber不敢投 Chamber的移運上來講已經領先了啦 他的農民術現在已經跟蟲子差不多了 不過Sero這邊也沒過度反應嘛 他還是知道說Chamber可能沒有真的要一直 可能家裡在投,所以他農民術也是把他按回來了 然後下一個飛龍塔 小明飄 不敢 再飄 再確認一下 然後又被看到,取消 人進,出門 噢,這邊 Sero看到Chamber一波出來了 看到他不能出門了 這邊Chamber是一個 假三開針兩礦一波 他才45個農民有兩氣 所以他超級多的教室 但Sero這邊的兵量感覺不太夠哦 他抱著張揚,進了戰鬥單位還輸給神族 誒,窩靠,這個瘋 尬的 我的天 這個天好 但好像沒什麼用 好像還,誒狗包上來,但是狗化成灰了 現在這個 包子爬金窗拔到正面 要限制人進的走位操作 章狼已經成形了 我的天 這建築學做得也太及時了吧 我的天 我做了 我的生日真的尬的,好誇張 他這樣就守住了 這守住了 這防守 這防守真的是尬的,你知道嗎 我守住了,好強 真的好強 沒話說,沒話說 守住了 那Chamber你真的可以晚安了 對面龍塔都好了 好強 所以我感覺他的習慣一直很好 就是他一直沒有 上來,例如說去 他會去認為這個人一定是走什麼東西 他打的不默認,你知道嗎 所以他會導致 他打蟲族的點力量的很好 就是說 就是說 他因為打的不默認 所以呢 今天蟲族如果上來 蟲族上來他就軟嘛 他放在那裡 他只要軟有錢 他就可以變成他想要的東西 我在想這可能也是 Chamber防守比其他同志好的原因 就是 他不會上來很默認的認為說 對面一定做什麼事情 在剛才的局面 如果說我們例如說我們換個什麼 換個其他蟲族什麼 RNK啊 東拉鍋那種 他可能上來農心按到66個 然後對面一波來 BOO GG 但Chamber就不是 Chamber就是我愛一點 你好像應該沒有要幹嘛了 然後我再去做我的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的感覺比人家強的原因 嗯 嗯 剛剛有人在問說 蕾諾跟那個 Chamber 其實我每次看Chamber的比賽 他每次贏的時候我都有一種感覺 當時 幹他真的好全面 對 不可其敗的那種感覺 可是蕾諾有時候贏的時候 我覺得是更幸運是他的進攻好看 但是他其實會 他其實 防守方面沒有像Chamber這麼穩 你知道嗎 蕾諾就是什麼 蕾諾就是他不知道幹嘛先把銅按了 所以蕾諾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操作太好 所以呢 他 就算他你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拖一直拖一直拖 然後拖一下他就守住了 所以蕾諾的比賽很常 遇到什麼Chamber就是 他一波捅過來 Chamber就把他捅死 但是捅Chamber就捅不死 嗯 因為感覺上Chamber是 他是有 暗部就慢的在做 但是他有在看著你在幹嘛 而是他做 蕾諾就是 我現在這個局面 我也不知道該幹嘛 你應該在移域吧 好嗎 SD按下去按到66格 然後人家打我臉上了 oh shit 現在其實對於Chamber來講 基本上 局勢非常劣勢啊 有人說在那種 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那種打得比較默認的人 內戰會打得比較好 打得比較沒那種默認的人 內戰通常打得不是很好 因為內戰有時候就例如說 你暗農民 這局面你敢不敢按 不同人的想法就不同了 像Chamber可能就是 我要確定到什麼情況 我才願意去按 但雷諾不是 雷諾就是 既然好吧你沒幹嘛 那我先把龍按 然後他的營運就領先 然後Chamber就會很煩 因為Chamber就會發現 噢幹我怎麼劣勢了 然後他就會 劣勢他會想著怎麼翻 但雷諾又在暗龍 然後雷諾就偷出來了 已經無敵啦 鳳王都成不了行 才出來兩排都被甩了 噢我的天 三光還沒有追劣 什麼都沒有 很尷尬啊 這局勢 我的天 其實這個劇本對我們來說比較好 他們對我們好啊 對不對 對不對我們就是等一下上來先 我們來上來先把那個 先讓卡子手刃中 然後就先對 讓我們祝一下那個 那個對馬哥 馬哥開心 對不對 祝馬哥身體健康對不對 祝馬哥天天順心對不對 那我們先讓柯玉諾 把中給幹了 然後柯玉諾上去 依照GATO定旅 把TRAP給幹了 他就出現了 你知道嗎 好 你看這兵已經多到隨便撞了 你知道嗎 哇這個毒爆已經是 滾過來滾過去 不知道要滾什麼 哇 這個這打的 我的天啊 好我們這邊攻擊 Sero2-0 然後擊敗了TRAP 那以第一組 第一名晉級 好強啊 Sero 可是聊天室我跟你們講 等一下開場前我先把 那個馬哥給ban了 我們先 我們把AX的領隊拿來記起 結果你們有看到 那種歷史片不是說是什麼 開場會先 把一個人抓來血跡嗎 我們就讓 我們就把AX的領隊拿來血跡 為了祈求我們的哈什 能贏過他們的選手 你們覺得怎麼樣 不錯喔 我怎麼覺得 好等下等下開場 等下開 我們等下開場就燒了 算了算了我先燒好了 他等下輪不見了 好太好了 我們為哈什的祈福意思已經成功了 好我相信哈什等下會贏的 漂亮啊 太棒了 好那我們等下 就是我們的 敗者組的比賽 由哈什 要來對上 Sero 然後等下應該會進一個Sero採訪 對